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安卡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非常特別的話題 究竟鐵扇的技能到底需不需要更改呢 我看最近各種地方各種顏色 就是說鐵扇作為最後一個出來的卡片 居然讓大家這麼期待 然後這個做的好像沒有很優秀啊 有點辜負大家期待 我覺得我一開始看到就 這個東西有改到什麼嗎 黑人問號 然後這個圖是真的蠻漂亮的 不過這麼漂亮的圖 真的有點浪費了啦 我覺得 然後它主動技能唯一有更動的 就是只有它多了一個克屬的屬性嘛 就是木屬 再加上它可以隨時乖進 然後關機的時候可以減CD 就是它改技之後的變化 不過呢 那個CD-2的這個效果 居然會伴隨扯整版轉木強化珠 這有點拿石頭砸自己腳了吧 如果我這時候要解版 然後又同時要關技能的話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被這個技能給害到了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神版轉木強化珠果還寧願不要咧 這個根本是負面debuff吧 所以 這個是鐵扇做的沒這麼好的原因在這裡啦 不然 剩下兩個東西其實是 多少有強化到一點的啦 但是 但是 最為大家詬病的是 呃 我們在 前解之後 喔 我們的黑金居然只為了 一個隊伍的專武 存在 做一個隊員 就是有點黑的問號 而且那個 還是 木希拉沒有什麼人在玩的隊伍 所以 這樣子 呃 如果說我抽一個黑金只為了放一隊 作為隊員的話 那我也沒也太激熱了吧 所以鐵扇就成為 黑金中 目前比較雷的卡片的 呃 火跟木的效果 可是呢 其實現在的 黑金小美 就已經能夠追打出 光跟暗的攻擊了 所以自然不會需要這種 克制目標的 呃 一個傷害 所以其實我覺得鐵扇做在這邊 很可惜的是 他的主動技能 有 呃 很大一個原因是 受到 黑金小美的牽制 因為我們黑金小美 才出沒多久 所以如果說官方這時候 再把鐵扇給做壞的話 那麼 木隊就是 最崩壞的一隊了 所以官方應該也不太想要 把木隊做了 做成一個太崩壞的效果 所以寧願 我們就做爛鐵扇 讓他 呃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突出 也不願意 讓大家覺得說 欸我的木隊 好像 真的 大家玩木隊就好了 這我覺得是官方 可能要去平衡的一個地方 但是平衡勢必上 呃 勢必就得犧牲掉一些東西嘛 這也是必然 那我覺得官方會改的機會 應該是小之又小 因為他們 呃 看官方做 試出情報的 節奏就知道了 我們先試出唐三仗 讓大家高潮一波 欸 新年好棒 然後 再試出 情史王 他這個情報是 今天才出的 欸昨天才出的 然後我們再把那個 情史王放在前面 哇 高潮 好高潮 就是有好多好奇幻卡片 然後最後我們再放一個鐵扇 應該沒有人會注意到 我把鐵扇改得很爛吧 然後 偏偏就好像有人注意到囉 所以 呃 我覺得官方是不太會改啦 畢竟他已經有一個黑金美 在那邊了 就是你 自己不抽黑金美 怪我囉 之類的這種感覺 對 我覺得這次官方改的機會 小之又小 但我最後必須說 鐵扇這張卡片的確沒有黑金的架式 甚至也沒有一趴大甲的架式 因為他就是一個專位 一個隊伍存在的專武嘛 除非之後 官方要推 真的要推這張卡片的話 那就出一個很強的木隊隊長 然後可以天降木珠吧 因為 我們 鐵扇公主 若順娘到達他追達增傷效益的話 你勢必得天降木珠嘛 那目前 唯一 一個 能夠天降多組木珠的 隊伍只有木希拉 像是木巴比倫他只會天降一次而已 所以非常可惜 那 鐵扇的話 真的是木希拉的專武 這是沒有 毫無疑問的 那目前木希拉也沒有做強化 是比較可惜 那 如果說之後 希拉做強化 不知道等多久之後 等到那一天的話 鐵扇公主可能會 再次的被拿出來 做使用吧 不過在那之前呢 出場機會 應該也是少之又少 所以 希望 官方再改 其實我之前有出場的機會 出一部影片是鐵扇怎麼改 會是比較好的 大家可以 參考一下 其中就有提到說 其實如果鐵扇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出鐵扇的技能 那 那時候就有 跟官方建議說 鐵扇真的要做好 然後讓人家 不會嫌他的話 你就勢必得要跟黑金美 做出一個區隔 那唯一 可以 做出的兩點改正就是 你這個目標 可以克制全部的目標 因為這樣才有價值嘛 你之後克制火跟木 那不是還是做球嘛 那隻都被罵成那樣了 所以 火跟木自然是還好 那再來 我覺得如果說你不是要克制全部屬性的話 你可以把 第一個效果加上 你可以 把 敵方自動 轉屬 轉成火 或者是木 木屬性 然後讓鐵扇至少每回合都可以克屬 這我覺得是鐵扇至少可以做的事情嘛 那第二點 會想要鐵扇去做的事情就是 改正這個 木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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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降的這個 追打 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只有 天降能夠滿足這最大增傷條件嘛 那我覺得我可以改成累積制 那我們累積 累積木珠制 我們累積到30粒 或者是 一個樹木 然後我們就可以追打10次 然後技能是可以 在開啟的當下 還有這個追打 這樣一來可以解決掉 你不要 每回合可能都不需要這麼大的爆發 你可能 只有幾回合會需要 然後再來是 每回合可以開啟的話 你可以去控制 你追打的量 然後一般的木隊也可以用 因為一般木隊 你也可以慢慢去擠 那個木屬的量 甚至是 你也可以搭配 搭配舊的鐵扇 然後開關整版木屬 你可以在上回合先擠好 那個 然後下回合 在不會破壞版面的情況下 也可以去做追打 我覺得這鐵扇可以去做更改的地方 但我覺得 剛才先前有跟大家提到的 我覺得改的機會 少之又少 因為已經有個黑金莓擋在前面了 這是非常可惜的地方 那大家也都希望怎麼改鐵扇呢 也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官方真的想趕的話 或許 我會找得到這部影片吧 以上就是關於這次的影片內容 然後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 甘於新卡的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鈕 記得按小鈴鐺 下次一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 就會寄通知給你 那我是Oak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